好 那我们先 读章会先开始 这样我仔细稍微一下 分享画面 然后就看到画面吗 有 很清楚 好 OK好 我们是CBQ 那CBQ是一个公民科技 CB Technology 是一个以台湾为出发点的 区块链公投工具 那我们目标要让 大伙和大众能够透过一个 简单却又意义深远的应用 来体验区块链技术 让任何人可以对任何议题 都能够发动公投 号召天下百姓达成共识 我们的愿景在于 建立一个民主式媒体 那这个营运方程 有三个民主价值 公开透明 多元暴容 以及一人一票 并透过四个使命 来达成民主式媒体的理念 数位民主 土会金融 数据道德 以及寓教娱乐 那历史上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公众识会的案例 就是在市集里 请群众猜测一头牛的重量 发现最近的这个猜测 有37磅的误差 但全体的平均值 却达到了一磅误差的精准度 这所谓三个臭皮匠 胜过一个诸葛量 但只有三个臭皮匠 也不是没有问题 因为不管是 公投大选前的民调 还是商业决策前的识调 它又只是少数的意见 过去科技不发达的时候 会有成本考量 因此仅能用统计学上 少数样本的方式来勉强代表大众 另外举办公投时 劳师动众 公投花费与社会成本都非常高 也因为地缘政治因素 许多问题并不适合 由政府拿来做公投 但今天调查的取样一界 因与时俱进 智慧型手机普及化 远高于私化的使用量 或过平台降低意见汇气的成本 用比较低的代价来换取较大的意见 讯息呈现大众的共识与倾向 但常见的网络投票 欠缺安全与公正的身份验证机制 我们会透过区块链 以及基础建设的方式 来解决唱票以及冠票的问题 以公投大选的规格 以经济实惠的成本 来增加意见调查的样本数 并由民间 而不是由政府官方发起 就比较无伤大押 共同认知 Collaborative Sense Making 群体要决策 需要在科学历史和人文上 有共同的认知作为基础 如果连地球是远的或平的 都无法有共识的情况下 航海发现新大陆 这种事情就只能由少数专家 来实现参与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要得 台湾六月的平均温度 可以透过第一个图书馆 但资料可能会过时 而且没有考虑到温室效应 而且这只是个人solo的 Sense Making 第二个是互联网 它是合作式的 Collaborative Sense Making 例如维基百科 但同时间它是个双面认 因为资料可能会被 反温室效应的图书馆 报价 温度计则最客观 但只能自己观察记录 而且只能解决 相对单纯的问题 只靠温度计要解决 全球暖化是不足的 这边分享另外一个 缺少共同认识的案例 以Digital Knowledge 的作者 Jeran Lanier来说 每次他把自己 维基百科上的 这导演身份删除掉 夜间总是会有人 把它夹回去 少数虽要服从多数 但维基百科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 去认识了解 该人事物 我们是否应该 尊重他对自己的认知 而不是把我们的 错误的认知 加之在他身上 因此群体决策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资讯不对称 会减少共同认知 在缺少足够认知的情况下 许多问题在现代人 忙碌生活中 会被便利性的二元化 同样的民调问题 在不同的媒体 会呈现不同的结果 而政党自一本身 每天做许多民调 却全部公开 究竟民调是渲染的工具 还是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拿视料来试问自己一下 假设Nighted花了50万 请视角公司做的市场报告 会公开给竞争对手 爱迪达看吗 那所以日新论 COVID-19 Social Dilemma 跟Don't Look Up 其实都反映出 人类都会因为傲慢与天见 而坚持错误的认知 而不自知 对有心人加以操弄 加深社会的两极化 但生命不是非其白 而是葛雷的无杀 远从实际时代 情绪化的动物本能 延成了中古世纪 封闭式的机构体制 我们由于傲慢与偏见 所造成的这些错误认知 会透过今天 如同身 主宰一切的这些尖端科技 影响群众集体的决策 无知是一个可被治疗的疾病 但如果任由发展 都会变成人类生存的威胁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 分成几个小问题 一个解决会比较有效率 以目标族群 人设与样貌来分析 其实都已经有 现在都有解决方案 那我们会继续的进行 我对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刚才提过了 比如说 网路远关电子投票 出现唱票问题 以及冠票问题 就可以使用区块链 以及身份验证去解决 那目前大家熟悉的多数诀 会造成敌人的敌人视频 的现象 以及非黑其白的思维 所以一直可以透过 澳洲官方使用的排序诀 以及台湾总统 非黑客松的平方诀 来协助我们衡量 大众对选项喜好度的强烈感 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理性忽略 也是同温层的问题 我们可以透过选择 体测验的这个脑力激荡 类似知识网的游戏机制 分享民众对科学历史的 共同认知 也能针对了解 欣赏人文的这个相似与多元 从新毛蒜皮到国家大事 其实都是应用场景 那这是research market 对全球整个市场估值 做的一个分析数据 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1.4兆美金 在这个产业里面 直接与竞争的这个参与者 逐番不及备载 而CVQ其实会uniquely position 在三大产业之间的这个Nexus 分别是调查机构 这其实包括填问卷拿奖励 这个商业模式 以及传统媒体和社群媒体 而在公部门 其实会有国发会 像国发会的这样的一个 Join.GOB.TW 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 而在民间有临时政府的社群 以及他们能够代表 他们的这个基金会的法人身份 而在产业 这可以用 这个CVQ 我们的这些设计 与这些单位的核心价值 有许多的alignment这样子 那包括radical markets 这边讲的这个平方投票 以及social dilemma 这边提供的许多这个价值 也因此我们不是只是这个CV technology 更是human technology 我们也符合 联合国影响力的90-16-17的SDGs 以平等的平台机制 让社会多样与多元的意见 只有充足的曝光与发生的机会 均衡社会各面向的发展 以抗衡计的利益的过度操作 与偏沸致使社会的不稳定 我们的差异性在于 透过盘序诀与平方诀 衡量强烈感 区块链唱票 以及身份验证去阻挡贯票 最后以欲教愉乐的方式 去完成知识普及化 商业模式来讲 想做再躲下脚 以想做市调或民调的客户 所支付的这个服务费用 将大部分被转为奖金来吸引 用户来参与 而我们会通账票结果 转换成数据分析的infographics 并协助客户再次target 目标组成多更进一步的engagement 以往大选唱票 犹如氏族大赛 吸引着大众餐饮观赏 因此具有广告价值 在典范转移这边 通过平台的营运方针 以商业模式的创新 让用户可以商转 个人数据的价值的机会 用户不再是社群媒体的 吸血对象 并借此矫正 社群媒体造成的社会对立 FOMO 冷漠 以及心理危害等社会现象 如果把整件事情看成 是个系统的话 就是我们将所有资源 投入在紫色科技系统的开发 产出绿色商业行为的结果 我们采用NERN的STAT 搭配以太坊的区块链 并提供REST API 来做整合对接 我们的Go to Market Strategy 策略的尾线 通过平台的投票者 评分奖金的模式 以及有奖整体的模式 带出第一批用户 再追加其他的游戏机制 那我们会在接下来 聚焦在特定族群 就将平台的API开放 给外部单位做串接 我们由一个区块链投票的专利 获选过SBIR新串海选 在经济部台湾设重平台上面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介绍 本身也是国际区块链 项目Arigan的Ambassador 这是我们平台的团队背景 本身是MyCoin 钻石团队成员之一 Crosby是具有科普 撰写的背景的工材 而Sky是全团工程师 这是团队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个样貌 因为是民主式媒体 所以会需要熟悉新闻媒体的专才 SVQ是一个风向剂 透过简单的网络投票 找出的声音 不只是公众制度的议题 还包括许多普世价值 与观念的形式 显现社群的民情文化 倾向以及需求的强度 不再需要以不文明的方式 在上街抗议或打杂的方式 消耗社会成本 也不再让民主 沦为会吵的小孩 有堂尸的闹剧 或政党贵立恶斗的工具 我们相信台湾民众 最终能够在 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重视成真 那现在我们会进行 网站的这个demo 我们的视频 和声音计判明 我们会进行 而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说你们的那个发明专利里面的唱票的那套系统 你们现在是真的有在你们的demo的就是用那个Rinkby的testnet 真的有在使用吗 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唱票那部分的 你是说在那个Rinkby上面吗 有 我们待会会以有登录的账号登录进去 然后他会有那个投票的这个结果 对 就是说EtherScan我会看到吗 对 那但是就是说因为你的发明专利里面是说 这个从伺服器端接到这个投票讯息之后 那他会append到唱票那边的尾端吗 然后以及这个就是你的你的就是那个专利图里面的最后最后两块吗 那这个是目前有有在执行的吗 而且是谁在执行 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执行到上面的所有部分 OK 就前端的部分了 然后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所谓的你刚刚说公投层级的身份验证 具体的意思是用什么自然凭证 行动自然凭证吗 因为我目前看到的是好像就是有手机就可以了 好 解释一下 这边的话我因为我们这边有提到说用奖励机制 那奖励机制是用台湾的这个银行系统 那银行系统用的又不是又跟以往的这个银行转账或atm是不太一样的 那一般的银行转账的话基本上你需要有户名 那可是户名会产生男字的部分 中文男字的部分 同名同姓的部分 那唯一的方式解法的话是通过因素的方式 那因为因素又可以我们又需要解决的是那个不要有重复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这个身份证字号 那我们找到有这个有台湾有这个金融机构有提供因素对 就是身份证字号对应这个银行账号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说如果说银行账号与当初申请这个银行账号的身份证 是不吻合的情况下资金不会 奖励金不会传达到位 那传达到位的基本上就会被升级 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已经KYC身份证证的这个用户 那这样的这个机制其实基本上我们也不需要它上传身份证这反面 因为这个东西通常比较迁入新一点这样子 我先确认一下你的说法的意思是说 所谓身份证证就是不管他几岁 因为小孩也可以有银行账号嘛 所以他只要有一个银行账号 然后身份证号跟姓名跟账号有对上 那不需要他转一块钱 你也不需要转一块钱给他 你就认说这个是存在的意思是这样吗 补充一下我需要转一块钱给他 他不需要转一块钱给我 OK那就是你花钱了跟PTT是他花的钱 OK了解 那所以你转一块钱给他成功了 然后呢你就认这个人有投票权 是 然后同一个银行账号就是不能有多个账号 但是我有四个银行账号嘛 所以我有四票 不是因为我们会因为你的身份证 对嘛所以我的身份证号 我不管关联到几个银行账号 你只认最后一个 是只会认一个 那银行账号当然是可以改变的 对这边的话把它分成广场跟议场 那广场的话基本上就像一般的 在社交媒体一样 基本上只要有手机注册就可以了 那异常的票的话基本上是 只有身份验证才会才会才可以投 那他发发发动题目的话 基本上异常这个异常的题目会有点像是国发会的公共政策 网络参与平台一样需要稍微一个协作 确认说问题是符合大众利益的这样子 那在广场的话就基本上符合 freedom of speech 这样子 基本上是没有 censor OK 所以我刚刚开了一个 poll 那所以他是在广场 是 OK 是在 test 然后异常目前是没有的 异常目前是有开放 但是要公明身份 就是有身份验证过的 所以我看都看不到 没有 你可以看得到 不会啊 我看得到啊 我看得到啊 就是什么健保部分负担的那一个 是 你可以刚刚 对 那你可以点进去刚刚那个题目 对啊 对啊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异常我虽然看得到部分负担 但是我不能投票 对 不能投票 因为他会告诉你说 你需要身份验证才可以投票 然后当我身份验证过了之后 我不但可以投票 我也可以取得异常的发动的资格 就是你要验证 是 对 我们都要协作吧 然后我不用 我不用就是像国发会要五千个人 呃 才 才生效嘛 我自己一个人只要能说服你 在协作阶段就就上去了 是 对 对 其实国发会他我的我的认知是 他是先协作 协作完之后再看这个题目 会不会有五千人来来来来复议 然后有复议的话他才会找一个政府单位 国发会基本上他是先审核 审核如果OK就直接进去了 就是到联署阶段 那是审核的过程 如果觉得还需要更理清的情况 才是进入协作 所以进入协作 就进入那个题目的协作了 所以进入题目协作是比较少见的 大部分都是直接就进联 OK 了解 我们是希望说 这边稍微有个简单的协作 是因为我们怕有些人 你知道这边出 是很恰当的一些议题的话 那就会变成这样子 对 那你的这个 好比较这个发动的人叫纳税人 对 他这个名字可以随时随便改 对 这边纳税人的意思 其实是因为基本上 他在出这题目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要以这个 逆称 实名或者是匿名这样子 比如说 他可能是个关键意见领袖 他可能认为说这件事情 这样做对他来讲有有帮助 但是相对来讲 如果是这样的题目 但可能他公信力就相对来讲降低 所以说这边最好的题目 可能会是一个纳税人提供的题目 就是一个匿名的方式提供这样子 那也就不会有这额外 我们就所谓的externality 这个factor去影响 影响这个出来的结果这样子 对不起 这里我没有听懂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提供匿名 这个是一个feature 对不对 任何人都可以 不以他的证明来发动 那这个跟公投是不同的 公投只能用证明来发动 那就跟join比较像 join是可以用笔名来发动 对应该是说我们这边是可以让他选择说他想要以 证明或者是匿名或者是逆称 这样子 对啊 那像我才刚刚改了我的逆称 所以我刚刚发动的那个 这边才只是在做第一个face而已 所以其他东西还没有进去 但异常基本上就是 会比较固定这样子 所以让我理解 那所以你们刚刚还有一个主张是说 他可以达到某种讨论吗 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讨论 目前都是就选择题而已 对 讨论的话会在广场 比如说广场的这一个有些题目 他会可能就有点题目 新的题目可能还没有 因为我们其实刚上线没有到很多的用户 目前大概几百人这样子 对 那像我有一些题目的话 旁边就会有所谓讨论 那我们在未来的极致 基本上是希望设计成 就是比较偏community sensor的一个概念 那讨论这个发言跟以往的发言会有所不一样 以往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言 基本上是有无限的发言 想发言就发言这样子 对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发言会稍微有点控制 会是有限的发言 听不懂 怎么样的控制 你要发言可能要需要 因为你知道这可以透过一些点数的方式去进行 就是说你要发言的话可能会需要有点数 那点数怎么得到呢 你加入投票的平台就会给你一些点数 因为像是红利点数一样 所以这个点数其实跟他的奖励金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这边平台上面有一些题目是有奖励金的 不过他最近刚好已拆掉 如果我们回到 你回到看一下那个 对 已经已结束的题目这样子 已结束的题目这边有些会有奖励金 那奖励金当然就是可以用做KYC用户的部分这样子 那除此除了奖励金之外 我们还会有搭配所谓的这个红利点数 这红利点数基本上不用什么钱 那就有点像PB啦 就是我没有PO几篇文章 我在某些版本就不肯发文 但是你要发言或是你要按赞或导致 不对文 对 要用到这些PB这样子 对对对对 这个理解啊 这个是比较大规模的平台一定会有的 所以这个倒不是特定于你们平台的 本来就是你要省你的管板得这样做 对那好这样我大概了解 那在广场的那个留言 就是你好像对就带风向这件事情 没有特别去做什么 像我们在Join市把留言分成两区嘛 就是支持跟其他意见 然后每一区有upvote download 那主要的目的是就是不要很容易带风向 简单讲 那这个你们现在这个就比较像一个聊天室嘛 就随时就是我看到风向被洗了 我就赶快再po回来 对因为应该是说 我们目前其实以目前开发的这个capability 目前来讲 还目前只能做到这个部分 那随着时间跟随着资源的增加 增加东西机械之货慢慢的导入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个平台 一个平台叫做minds.com 是从2010、2015年开始做的一个社交媒体 这样子 那他们的这个平台上面有许多 基本上不外乎它就是一个推特 但是它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设计 那我想 我知道minds.com 那我想很多设计它是 它也不是在第一天就会被定住 它会随着时间与时距禁 那也是根据的平台的这个 它是一个非常dynamic的 一个非常动态的一个事情 这样子 对 那我们现在目前 当然我们有很多这些 很多这些想法跟设计的这些 这个原则想要导入 那目前我们会 因为毕竟也是需要先有 大家可以来认可 来使用这个平台 那为什么你们不是翻译 就是minds.com 或导入minds.com 为什么要自己写 因为minds.com 其实基本上它没有身份验证这个机制 那我说它open source 为什么不是把它接一套身份验证机制 其实也是因为我大概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在做 因为其实我2019年 有跟Audrey碰过讨论 这样子 那后来2020-2021开始进行这些事情 那throughout这些时间 其实也不断的有一些新的research 包括social dilemma 也是大概我去年 然后去年去了解到的时候 也包括今年初的时候才完成它的这些课程 CHD的这个课程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那个6tenants 这样子 那当我知道minds.com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开发蛮多东西 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要去导入它 其实我觉得 其实minds.com有蛮多东西 我们是有在看它的这个Github 它的文件这样 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要有自己的部分 对 但是我觉得有相当多的东西在外面 像像比如说Aragon 或是Vogani 他们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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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open source的这些 这些solution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这样子 那我们有机会 希望能够使用到他们这些open source的这些solution OK 理解 就是说你们现在还是在试你们的想法啦 对 就是自己写的城市 自己的控制权比较高 那Folk出来 还要再学这个 觉得成本比较高 感觉上就是这样 这样我了解 好 那还有其他团队成员有要补充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边我们有一个很大一个重点 是这个科普的东西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就是这次前前报里面有提到说 这个社会的这个共同认知是不足的这样 对 那这个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 那有 我想有蛮多案例的 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人看到 路边有一件事情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可是众人对他的这个观感是不好的 反映出来 那我们人就会觉得说 那这件事情就是不好的 其实也就是说这世界上 对跟错 其实说白一点也没有对跟错 基本上对就是大部分认为对的就是对 以目前来看待是这样子 可是这样子就真的是对吗 因为如果这样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哥白你在16世纪发现 这个日新论 Hilo Sentry之前 那我们已经错了好几个 好几个世纪 所以有时候大部分 我们应该说我们需要尊重大部分 我们大概是以大部分的这个意见为 认知为重点 但是也往往也有很多时候 大部分的认知是错误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抱着不断的去反思 反思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 去看待这些事情 这我同意啊 那所以 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 它是有许多进步的空间 然后人民的素养也是有许多进步的空间 那与其让 你知道就是我们往往是觉得说 那现在公投大选其实不是非常的有很多的问题在 然后变得好像是政党一言不合就来卸兜的 你到单挑的攻击一样这样子 那我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不好 可是我们的民主素养也必须提升 才能够完全的去去好好的使用到这样的一个机制 当然是 未来科普的设定的部分 我们会希望就是让药的安排 会希望让科普能够变成 我们现在在投一些票的前提 这我有理解 对 就是我们会透过一些会出很多的题目的一个提出 然后如果你要来投这个某一个特定议题 假设它是一个环境议题 那你可能要在环境这个部分的答题率跟 正确率要有一定的水准 你才有一定才有投票权 因为它很多的事情是需要一些背景认知的 就像去年的那些公投 其实大家在公投前 认真的选民应该会做很多功课 才会投向他认为对的那一票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帮助 我们是希望帮助大众 比如说透过一些游戏一些 类似知识网的游戏方式 补充一些表达民主意见之前必须要有的基本认知 所以这个是你们未来议场上面可能才会加的功能 广场有些部分我们也会希望加入这样的功能 OK 等于我发动的时候 我可以先做一个什么价值筛选 那这个有同温层的才让它进来投了 应该是说它其实这是比较强烈的做法 有一个比较不强烈的做法是说 我不管怎样大家都可以投 可是我们会平常就会认识有知识网 你会去使用去玩一玩 那就是透过这东西其实也可以累积出来 就到时候因为到时候我们分出来的结果 是可以分出说这些族群他曾经投过这个选项 那他们的这个在这个议题 这个考题上的这个积分是什么样子 那我想这边讲到这个族群分析 这边也值得一提的是说 其实以我们那个刚刚那个KYC 这个身份验证的方式啊 我们可以找出我们可以筛选 我们可以认出说这个外来民族的外国人的 对 因为他的字号跟我们不一样 是 是 然后但是因为他们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有台湾的身份证字号 对不起 也可以有台湾的银行帐号 所以说我们钱可以打过去给他们 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其实他们也是台湾这个社群的一份子 那当然可是他们没有投票权 他们的发声管道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那我觉得可以透过一些这样的方式 虽然说不敢讲说一定可以让这件事情在国会 才是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马上 但是间接的我觉得可以让很多人看到一些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能够替他们增加一些曝光率 而且是他们一起 综合起来的声音的曝光率 我觉得这是个非投放的一点这样子 OK 但是你只有中文介面 是 其实我们本来是想做双语介面 就是双语介面跟中英文是不太一样 双语介面是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开头上的事情 这样的做法 那只是因为后来放到手机上面的时候发现 很不容易排版 对 那么都要变成两倍高不容易 对 所以就 而且这也包括说措辞中文字英文字都要找一些简单二样的字 所以这边就是这也是个本来有想 但是就是可能暂时说以后 但是我们应该会有做一个中英文版本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希望是说是双语的介面 那因为 不然你就每个button都要变emote 也没有意思 对 所以这边我想 当然我们也是前几天有上礼拜的这个G&B的黑客送 我们有去参加这样子 对 那我发现这个我们得到也蛮不错的一些回馈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一直来都有在进行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G&B一直来都有在做这个东西 比台湾也是一个这样的 对啊 一个effort 然后当然这个 这个join.gov.tw其实也是 其实我们前一阵子也有受邀去说去 去针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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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join.gov.tw. 这边也有一个新的案子这样子 对 不过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对 因为要承接 呃呃呃之前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code base 呃可能会 不太不太有把握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说先 先自己开发这样子 对啊 没有问题啊 本来join.gov.里面很多 好比像说他 那个来监督的预算视觉化 也是G&V先做出来 那join.gov.后来整个 呃接手维护他的界面嘛 所以本来创新就是在外面创新 是是 所以我们也是想说采取这样的方式 那那我们也希望说到时候 因为其实我们我们前几天去G&P 也是因为说想要把部分的东西能够开源出来 因为我觉得Civite Technology 有很大的重点就是说 这个东西既然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Civite Technology 跟Gob Technology 它有很大的差别是 Gob其实是 它的受众 是Government 但是Civite呢 受众是 是 Sivillian 但是同时间 它们都有共同overlap的一个gole common goal 就是说它们都希望 就是 Bridge in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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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与人们之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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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隧道从东边 还有西边挖的差别 是 是 是 那 那 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它在设计 跟 如果因为这点是 是Civite 是Sivite要使用 那当然我觉得它们应该也要参与这个设计的这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 其实那以实用这边来讲 社群代表当然是以G0B为主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说能够这边这样的在开发跟设计的部分 能够有这边的参与是蛮好的 那其实我们那天 呃 不只是业界的人 产业的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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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表达 表达支持跟 跟兴趣 呃 也有外国人 比如说 呃 呃 呃 有外国的这个人类 人类学家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 跟人类学家有社会 是一大的关系 那除了这之外 我们当然其实也发现 其实就是有四位高中生 应届高中生毕业要上大学 他们也他们也很早就就来参与 有啊 现在GDNV是学习履历的好朋友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也是感触蛮深的 你觉得说 其实也是 对 我觉得也是蛮大的 也是觉得很很 是 也是一个很大一个激励啦 这样子 而且你看高中生跟 居留证的外国人是一样的状况 就是他有银行账户 但是没有投票权 是 对 那可是他们的生意 其实都非常重要 而且是高中生 他基本上在过 基本上你知道就是 改朝换代 就是立刻就要成年了 对对 而且 而且基本上不只是成年这件事情 他们基本上还会是未来的这个 经济上的一个中流砥柱这样 所以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 我觉得我们也都要抱这个心 所以如果能够去 帮助 后一辈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们往往是 太短视经济之旺 未来的三年五年 可是我觉得都不够 这样子 对 我想open source出来是跑不掉 因为你的竞品都是open source 所以你不open source 至少前端的部分是过去 对 那其他的我觉得你们都想的蛮周全了 所以有没有其他想要讨论的 我们再来十分钟 不好意思 只是只是真的 因为毕竟这东西在 这个这样的一个议题 Audrey在这边当然是非常的 因为其实我在上星期的课程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多次提及到台湾跟Audrey这边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 因为2019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上线 那现在上线之后 那时候想说 我们上线之后要 要再跟你 跟你 跟你 然后得到你这边的回馈 那其实也主要也是想说 这边 看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跟想法 那当然也是针对我们的 目前的这些规划跟设计 也请你给我们一些挑战 看我们这边有 帮我们找出一些漏洞跟 思想不周的地方这样子 那我刚刚有三个具体建议 你们大概也都已经想了 对就是第一个是说去确保说 对于外国人或者对于 比较年轻的人是友善的 那有很多像Foreign Mosa 这种现有的社群 那如果他们 其实他们有discourse 本来也就可以讨论 本来也就可以投票 就是说他的value proposition是什么 那但是这个因为他们目前 确实是没有投票权 所以专门针对没有投票权的人 让他有更进一步参与他的 不一定是全国性 但是至少他的社区 相关的决策的这件事情 那你的设计方向 就要按照他们的实际需求 来做调整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比起说我们现在是 可能恋圈的early adopter来讲 恋圈的early adopter 很多都真的有投票权了 所以就是更花一些时间 去给目前没有投票权的人 去看他们的提议 那第二个是说 那如果里面有一些他有设计能量的话 那至少前端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考虑open source 因为这样他们才真的 不是只是指指点点 说这边坏那边坏 这边要求 而是说那你就可以说你行你来 这显然是必要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在一场的 这个讨论的quality上面 那是不是可以多多少考虑一些 就是比较pro-social的一些设计啦 当然我们join平台的 两栏式设计也是从冰岛抄来的 也不是说一定就最好 那也有一些upvote downvote等等的这些设计 但是就说一个完全free form的留言区 然后只用点数来控制 那这个点数虽然说不能用钱买嘛 对不对 它只能用操作来买嘛 但是操作是可以自动化的 所以就最后就会变成 跟那个演唱会强票一样 就是会写程式的拿到的那个状态 所以就是说你们目前这个留言区 带风向的状态是非常容易被game的 那要怎么样比较难game 这个是确实要想一想 那很多别的平台都有类似的解决方案 那简单来讲 其实像polis就是你找5000个人就算来 全部用机器灌票 但是你没有说服其他人的情况下 根本就没有用 你唯一有拘束力的行动是你提出 本来不在你这边的人会心转意来想你这边的做法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自动化达成 这个真的得花时间 所以就说这种Proof of Participation 而不是只是Proof of Work 对不对 Proof of Automation 对那这个机制可能要多想一想 就是特别是针对留言区的 但是因为之后如果你使用者多了 其实等于你一场的这个协作 也要花你的力气了 所以你如果在现在不稍微投资一点 这种像是CrowSource的机制的话 到最后你的Moderator会忙不过来 就是任何平台都会碰到的 那大概就这三个建议 那都我觉得你们想的蛮简单的 谢谢 那个Moderator的建议 其实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现在还在规划跟设计 因为不断有这个工坊工坊 就是锚跟锚这样互相吃 对 讲到这个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那个Police 请问一下 因为我有去看过Police 其实这个名字那时候也蛮好的 那时候我已经想用Police这个名字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说 Police现在实际场景应用 应用在哪里比较多 他比方说Join平台没事就会开个Police 所以就是我们会直接放在Join平台上 可能一个中开讲 然后大家的意见在底下留言太繁杂了 那我们就会说那不如去Police留 那所以我们政府机关的人 自己可以开一个Police.gov.tw 那民间CivicTech可以用Police.tw 那这个都是我们在维护 已经中文化好 也有Termal Service 也当然是Open Source的这种平台 那跨国的话 当然Pol.is 当初西雅图那组人 现在好像是在纽约有一个寄警委吧 接下来维护 了解 OK 我们这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 我们自己碰到 那这是跟我们 因为我们在 因为我们有给奖金嘛 那以国税局这边来讲的话 这次也没有一个视频节 好好记得 所以其实分享一下 我们碰到一个小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希望 跟用户要真实性 因为我们希望保护各自 这样搞像个十八点 你都要到身份证号了 比要真实性 不错啊 可是我觉得真实 我身份证字号 毕竟就是 你知道就是一个 一远串数字 其实很难 对识别 对人来讲 对 但我一直来讲 对人来讲 眼睛来讲 跟大脑这个工作来讲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 对 那我们是觉得说 因为如果要真实性命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要 在那个 每年 就是所得税的部分 我们会需要填上这个信 可是实际上 就算一块钱也要 对就算一块钱也是要 因为这样才会有 这样的一个申报 那其实我们是觉得说 其实国税局这边 其实他只要求 身份证字号 其实就够了 可是他们现在要求 就是说一定要有 就像我们现在的 连署平台一样 其实我们连署平台 去年应该是 去年六月就应该出来了 可是到现在 其实实时都还没有出来 那个是治安的 是 你继续啊 是 那只是说 就是他其实 我发现连署的时候 都有一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要填 你知道地址 还有姓名这样子 应该之后 因为他的强度 是纸本的强度嘛 所以未来应该就是用 自然凭证跟行动自然凭证 来代替 因为按照电子签证法 那个强度 同样强或更强 所以这个是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现在只是说 你们要导入自然凭证 或行动自然凭证 可能比起到银行来讲 银行的门槛更低而已 是 我说银行门槛更低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套钱 就是 TWCA那边有一套钱 其实这两个 其实健保的APP 也在用这个东西 TWCA 其实这两套系统下去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战人凭证的问题是 目前就我所知 我认识的是台湾只发行了大概四分之一五分之 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 那只是 它的普及率其实没有到那么高 那 这我理解啊 而且刷卡很麻烦 但是就是说 当然刷卡很麻烦 我们先用FIDO解决了 但是以adoption来讲 当然没有银行跟就是 SMS两大系统要来得多 当然是这样 所以那其实 因为以Fintech来讲 当然这样子 其实是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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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的 可是其实 这是因为Fintech 因为Fintech 难免会碰到诈骗集团啊 就是此类的 可是 如果说是 以投票这种东西来讲 因为一人一票 毕竟他 建设系统规划来讲 也是成本是相当高 这样子 再加上 本身手机号码 又有一个300块 却是预付海道有300块的成本 所以 虽然说 结果不是那么的准确 可是我觉得 又有个八九不理事 因为如果说 我们觉得说 1067人的民调是 很值得参考的话 那 对 我觉得说 所以你具体的意思是 你想要relax 一场的门槛 变成广场 用手机认证就可以进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是不会去relax 异常的部分 只会增强 但是我意思是说 如果是以台湾 连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讲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relax 因为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庆明 其实本身不是一个非常重要 好去 确认这个人是不是个unique的身份 这我同意啊 所以未来会用行动自然的评价 那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财政部这边 这个国税局这边 他们如果说要帮用户去做 所得税的申报的时候 还需要填有身份 不是 身份证是一定要 但是还需要填姓名跟地址的话 其实对用户来讲是一个 相对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有限的 对那为什么不是跟他要一块钱 那你就不用贴了 我因为毕竟是用户嘛 这样子所以 不是啊 不是 一块钱为什么付 哦不是 我们是我们付 是我们去付付付 但是为什么不是我给你一块钱 哦我懂你意思 好那我解释一下 因为这东西的话 其实它的整个流程上 它会有另外一个 因为变成是你要授权 银行扣你一块钱 等于说它还要额外 有另外一个paperwork 我们给钱出去的话 省掉那个paperwork 可是如果是你给我这个一块钱的话 是会有这个paperwork 而且更况我们是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在几点 再做一个社会实验 希望找出台湾最真实的生意 因为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拿出来投这样子 一翻两双眼这样的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要 你知道体验者来来给一块钱的话 当然是比较 你知道比较 比较难去说服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你觉得会conversion 我给一块钱 versus你给我一块钱 因为我们现在给的不是给一块钱 我们现在给的是多余一块钱之类的 ok 了解 因为这一块钱其实并不是我们来给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是一个for profit的一个营运方式 所以当然它有很多部分是来自于 ad revenue 的照项 跟以往不太一样是说 当我们以往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这边是我们改变整个paradigm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我们保护 我们保护了用户商转自己数据的权益 以往是用户把数据给了脸书 我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说你觉得持续的分润 是你的设计的一部分 你不是卖会员质 这我了解 好 那如果不是卖privilege 那确实你就会不断的需要租金给他 那在这个情况下 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只有他最后兑换回台币的时候 他才需要去交易所打自己的信名 在此之前你都是用稳定币或随便什么东西 也是 对 只不过就是说稳定币现在 因为以USDT来讲还是比较少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说 如果说Mycoin出了个TWDT的话 这样你至少在清算的过程 你省很多transaction 他只有最后兑成现金的时候 他要兑成现金他提供姓名天津第一 但是那就不是你这边给他额外的需求 就是可能买公园或其他地方给他这个选择 是 这也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是 好 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后面三点还有一场 所以今天可能就先到这样 但我觉得大家都想得很周全 那你最后所说的就是 我如果收使用者钱 那我卖一个privilege 跟你要给全民 尤其是目前参与权比较低的人用的想法 背道而驰 这个我了解 所以那我觉得这是都想得很好 谢谢 好 谢谢 主持人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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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